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实质性程序这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也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 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也主要是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实质性程序的含义和要求 实质性程序的含义和要求当中 首先含义实质性程序是指用以发现认定层次重大错报的审计程序 那它包括我们针对什么各类交易账户余额披露的细节测试 针对这个交易账户披露认定的一些细节测试 以及什么实质性分析程序 那细节测试有什么 那这个检查文件记录 检查有形资产 询问观察 含证 重新计算 这都是细节测试 是不是啊 分析程序 实质性分析叫分析程序 实际上就是除了重新执行以外 那都是在我们实质性程序当中 只不过一部分除了分析叫实质性分析 其他的叫细节测试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针对特别风险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认定啊 这个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是特别风险 因为我们在第七章我们就做了识别评估 识别出来以后评估出来 它是特别风险了 是不是啊 那我们注册快试应当专门针对该风险实施什么 实质性程序啊 针对特别风险 因为特别风险用一般的通常的程序可能就不太好使了 因为特别风险它的舞弊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单独的这种程序啊 所以为应对特别风险需要获取具有什么 高度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审计证据 仅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 不足以获取什么 应对特别风险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为本身实质性分析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单独使用 来作为什么来形成针对这个认定的结论的 但是如果我们评估的这个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属于特别风险那必须要做细节测试 仅仅做实质性分析是不可以的啊 这是大家要明确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实质性程序的性质啊 实质性程序的性质 性质就我做什么程序吧 是不是啊 程序类型及组合 那包括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 这我们就不用说了 第二个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的适用性 啊 那我们细节测试适用在我们什么 各个认定 适用于对各类交易账户业披露认定的这个测试 尤其对什么存在发生啊 计价啊 是不是啊 包括我们什么 什么完整性啊 是不是啊 这都是可以的啊 应该说我们细节测试适用于我们各个认定的所有 他的所有的认定 是不是啊 可以说 因为细节测试除了分析以外的其他的都有 所以在这儿呢 那我们怎么样啊 细节测试都可以应对 关键是在对在一段时期内存有什么啊 存在可预期关系的大量交易 注册快适可以考虑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 如果相关认定的重大错报风险并不是很高 然后又存在着什么 在一段时期内又存在着可预期的这个这个可预期关系 他的交易业务量又大 那我们这时候怎么样啊 就可以考虑做实质性分析 因为这时候实质性分析的效果 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比细节测试还要好啊 那我们细节测试的这个方向 这就大家自己看看吧 是不是啊 那我们为了比如说存在发生 是不是啊 存在发生 那我们应对高估的时候 我可能往往从明西账选取项目去追查到原始凭证 如果完整性我从原始凭证入手 重要的原始凭证入手去追查到明西账 是不是啊 这都是他的方向问题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不用说了 设计实质性分析程序时考虑的因素 考虑的因素 这个我们再给大家讲审计证据第三章当中 分析程序那个知识点的时候 实质性分析在用的时候都要考虑它的适用性啊 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啊 可接受的这个这个差异额呀 是不是啊 语气值的准确性啊 这些我们就不用说了 是不是啊 这个大家呢 我们都讲过 这就不用说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大问题 实质性程序的时间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在这呢 我们出题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实质性程序的时间 同样就是我什么时候做 是不是啊 它适用的时点和期间 所以仍然也是要回答 我们刚才在讲控制测试那个知识点的时候 控制测试的时间的那三个问题 所以我们先看 它这个时间选择的总体的原则是什么 由于实质性程序的目的 在于更直接的发现 重大错报 在期中实施实质性程序时 需要怎么样啊 需要考虑其成本效益的权衡 那也就说 在期中做的时候 我们就要比控制测试 在期中做要谨慎的多 控制测试 我期中一定要做 但是实质性程序 我会考虑 如果我期中做了 然后到期末的时候 我只需要追加一点 而总体的成本效益还是很划算的 那我们就做 如果期中做了到期末 我还得追加很多程序 甚至期中以前的 这个我都得做 那我就不划算了 是不是啊 不划算呢 所以实质性程序在这一块怎么样 那我以前做的 基本上怎么样啊 在本期没有什么适应价值的 基本上我本期都得做 除非极特别的 这个交易 这个事项 在上期就已经发生了 在本期和上期的状态 是一样的 没变化 是不是啊 那我这时候可以怎么样啊 可以用这个争议啊 所以这是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时间上 这个还是这个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 期中工作中 做还是不做 第二 如果期中做了 从期中到期末 要不要追加 如果追加 追加什么程序 是不是啊 然后以前获取的审计证据 在本期是否有效 中间这一栏呢 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期中要做的 而且非常有意义 是不是啊 然后从期中到期末呢 有可能会追加 因为我要针对剩余期间 考虑这个补充证据 当然这个补充证据 因为我的补充证据是把 期中获取的控制运行有效性 合理的延伸到期末 有的时候第一没变 第二一般控制非常好 是不是啊 剩余期间也不长 控制环境也不错 那我直接就延伸 这就 这就获取补充证据了 就延下来了 是不是啊 就不需要我再单独 再追加控制测试了 是不是啊 所以可能会追加 如果追加 可能追加 针对这项控制的控制测试 也有可能追加的是 对这项控制的监督 接着 以前期间获取的审计证据 本期是否能使用啊 在控制测试的时候 符合条件的能力 第一没变 第二不是防范特别风险的 第三 间隔期没超过三年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要求每三年至少测一次嘛 对不对啊 所以符合条件的可以用 那我们再看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 我们在期中工作中呢 也是可以考虑做的 但是呢 我得权衡一下 它的成本效益 我还得考虑一下风险 是不是啊 如果成本效益不合算 或者根本 我一考虑 期中做完了实质性程序 我到期末的时候 只追加 从期中到期末 这一段根本风险降不下来 那我就直接期末再做了 期中做就没什么必要了 对不对啊 所以可以做 如果期中做了 实质性程序 从期中到期末 大家看 必须追加 啊 必须追加 必须追加 一会追加什么 我们再给大家讲 接着 以前期间 获取的审计证据 大家这基本就没用了 基本不可用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求整个都提高了啊 所以就这三个问题 因为这点说 我们可以做 是吧 可以做 那什么时候做 什么时候不做呀 就得考虑 得有我们的职业判断 又得考虑 相关因素 啊 那这个必须追加 就没得说了 我们下面 就具体看一下 第一 如何考虑 是否在期中 实施实质性程序 那我就得考虑 相关的因素了 注册快师 在考虑 是否在期中 实施实质性程序 可能考虑 有关因素 那考虑什么 一个控制环境 和其他的相关控制 内部控制好不好 控制环境好不好 其他的具体控制好不好 控制环境好 其他的控制也不错 那这时候实际上控制好 内部控制好的话 就能够有效的起到 防止发现和纠正 错误有弊的这个作用 所以会计的 会计报表啊 资料的可靠程度 就比较高 所以我期中做了 从期中到期末 简单再追加点 我的成本效益 就很合算 是不是啊 那我就会做 这个期 我就会考虑 期中做实质性程序 如果控制环境啊 其他相关控制 我不满意 那我就等期末再做了 是不是啊 在一个实施的 审计程序 所需信息 在期中之后的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是不是啊 在期中之后的 可获得性 如果我所做的 这个实质性程序 在期中之后就没了 就被覆盖掉了 只有期中这个 实点才能有 那我就得期中做了 如果我拿的这证据 只在期末才能有 是不是啊 只在期末才有 比如说被审单位 年末编制报表的时候 决算报表的时候的 会计调整分路 只能在期末才有 那我只能在期末做 是不是啊 我期工作还没有呢 这是第二个啊 第三个 实质性程序的目的 实质性程序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啊 那是这个 他要的是期间的 还是十点的 如果是期间的 那我们就可以 期中做点 期末做点 如果只是十点的 尤其那十点 在报表审当中 基本就期末十点 那我只能是期末做了 是不是啊 第四 评估的 重大挫暴风险 评估的重大挫暴风险越高 我们越倾向于期末做 是不是啊 第五 特定类别交易账户约 披露的 认定的这个性质 是不是啊 他的这个性质是怎么样 那这个像什么 截止测试 如果这个认定是截止 那只能是期末 我们关键就 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 期末的时候 归属期是否 就交易是否记录了 恰当的会计期间吗 那截止测试 我只能在期末做 对不对啊 如果要是什么存在发生啊 那我这时候可能怎么样啊 期中可以做点 然后期末再做点啊 所以这是这个第五 第六 针对 剩余期间 注册快试 能否通过实施 实质性程序 或将实质性程序 和控制测试结合 降低期末存在错报 而未被发现的风险 就我一旦期中做了 我针对期末追加程序 能不能把整体的这个认定 在整个期间 这个认定的风险 降到我可接受的低风险水平 能不能降下来 如果我期中做完了 从期中到期末 我只是针对后边这一段 我追加 无论是实质性程序 还是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结合 我怎么折腾也降了下来 那就证明你期中做的 前面做的那个意义不大 你就重新做吧 对不对啊 所以那就怎么样啊 我就这时候降不下来 我就期末再做 如果完全针对后边 因为只针对后边 从期中到期末 这一段 我追加程序就能满足要求 自然这一段是好做的呀 他的再怎么着 他的交业无量啊 他期间在那呢 是不是啊 我十月份才做御神 那后边就十一十二月 这两月怎么着也好弄啊 对不对啊 他的这个成本也会低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在这呢 我也顺便提一下 比如说备审单位 有五币的问题 我们发现了有五币的这个风险 那我们实质性程序 基本要求就针对五币风险的 这些相关的交易账户约 披露的这个相关认定 我们要求都在期末做 因为你期中做完了 他的这个五币的问题 他可以把前面再怎么样 再插进来 那你后边 你只针对后边这块 再怎么追加程序 没用啊 他前头用那什么 实际上就降不下来了 这风险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呢 明确的吧 我考虑在期中工作中 做还是不做实质性程序 我考虑的这些因素 第二如何考虑期中审计证据 期中做了 从期中到期末 我必须要追加程序 是不是啊 如果在期中实施了实质性程序 注册快诗应当针对剩余期间 实施进一步的实质性程序 你这实质性程序实施的进一步实质性 可以是细节测试 也可以是实质性分析 或将实质性程序和控制测试 结合使用 那目的就是将期中测试结果 得出的结论合理的延伸至期末 就必须得追加 你甭考虑 没有考虑的因素 必须做 是不是啊 在将期中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得出结论的合理延伸到期末的时候 注册快诗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什么 针对剩余期间实施进一步的实质性程序 第二个是把什么 实质性程序和控制测试结合 反正是这俩 你这个二选一 是不是啊 在这儿 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如果你将期中测试得出的结论延伸至期末 注册快诗应当考虑针对剩余期间 仅实施实质性程序是否足够 我们要求二选一 但是如果仅实施实质性程序本身 根本得不出来这个认我认为实质性程序不充分 仅实施实质性程序 这保证程度不够 那我们注册快诗还应当测试剩余期间的相关控制 也就我只能选把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识别出由于5B导致的重大挫暴风险 未将期中得出的结论延伸至期末而实施的审计程序 通常是无效的 刚才我就说了 可以人家又搁钱头了 你后头再怎么查没用了 对不对 那注册快诗应当在什么期末或接近期末实施实质性程序 这是我们给大家呢 就是我如果期中做实质性程序了 从期中到期末怎么来延伸必须追加 是不是 第三如何考虑以前审计获取的审计证据 以前审计获取的审计证据 刚才我们前面给大家那表就说了 基本上是没什么用了 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 那在以前审计中实施实质性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 通常对本期只有很弱的证明效率或没有证明效率 不足以应对本期的重大挫暴风险 什么时候可以用啊 只有当以前获取的审计证据及其相关事项 没发生重大变化 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们这举例的某项诉讼 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2021年的报表 就是我们事务所审的 现在我们又审22年的报表 审21年报表的时候 21年的年末被审单位存在着一项未决诉讼 是属于这个专这个专利技术的问题 是不是啊 被起诉了 人起诉他们侵权了啊 侵犯专利了 但这个呢 因为涉及到行业的复杂的这个东西 真的不太好判断 法院虽然受理了 但是呢 一直在法庭的调查取证啊 交换证据啊 到现在了都这个都已经到什么了 都已经到22年的年底了 还没什么 还在这状态呢 这一年了没变化 是不是啊 没有任何进展 所以那到这时候 我以前怎么样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 获取到的证据到现在怎么样 还有用 是不是啊 还有用 所以这时候才可以怎么样 以前才可能用作本期有效的审计证据 否则是不行的 啊 所以这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吧 实质性程序的时间 接着实质性程序的范围 这个就简单了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了 那我们都影响 所以在确定实质性程序的范围的时候 注册快诗 应当考虑的是什么 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和实施控制测试的什么啊 结果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比较高 那我实质性程序的范围就大点吧 控制测试的结果满意 实质性程序就可以少点 是不是啊 那我们注册快诗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越高 需要的实质性程序的范围就越广 如果对控制测试的结果不满意 那我实质性程序的范围就得扩大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实质性程序的这个知识点 下面呢我们就针对我们实质性程序的这个知识点 以及我们整个的第八章的风险应对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例题 首先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有关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个 哪个说的是不对的啊 有关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的说法当中 哪个说的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选项A 无论是否实施控制测试 注册快失 均应当对所有重大类别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实施实质性程序 甭管控制测试结果好与不好 实质性程序必须做 OK这是正确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点大家必须要明确 风险评估的结果我再满意 控制测试的结果再满意 实质性程序也得做 你可以做的很简单 比如说我就做做实质性分析 都行 你也不能说我一点不做实质性程序 这是不可以的啊 接着我们看选项B 如果仅通过实施实质性程序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注册快失 应当实施控制测试 没错 就是单做实质性程序 风险降不到 我可接受的低风险水平 那就证明必须得做系统 得对系统进行测试了 是不是啊 所以选项B说的也是对的 接着我们看选项C 注册快失可以同时实施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以达到双重目的 OK可以有双重目的测试 对吧 接着选项D 注册快失应当针对特别风险 同时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那可不一定啊 对特别风险 我用双重目的测试就完了 是不是啊 在特别风险下 内部控制很可能是无效的 或者我们不满意的 是不是啊 所以选项D的提法是什么 是错的啊 选项D是错的 我们就选选项D 再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有关实质性程序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哪个 实质性程序的说法 哪个说的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选项A 注册会计师对认定层次的特别风险 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应当包括实质性分析 必须包括实质性分析吗 对特别风险 我们单做实质性分析不行 必须包括细节测试 对不对啊 所以选项A说的就不对了 我们再看选项B呢 注册会计师应针对所有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实施实质性程序 我们对所有的交易 账户余额披露 都做实质性程序吗 不是 我们应该针对所有重大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披露 我们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差 是不是啊 所以那我们选项B的说法就不对了 那也不能选 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一看 这对呀 不对 他这怎么样 太绝对了 对所有类别的 我们对所有重大类别 所以这个重大二字 非常重要 接着我们看选项C 注册会计师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应包括财务报表 与其所依据的会计记录 进行核对或调节 这是必须做的 我们在做细节测试的时候 上来我得把那个什么呀 被审单位编的那个报表 和他的总账 明细账这些账簿记录 我得怎么样啊 我得核对一下该调节的调节 那这个如果我这些不做上来 我就抽屏啊 就这个那个 然后来一看又这还总账面 总账和这个报表还还不对着呢 是不是啊 那这这哪行啊 是不是啊 那你钱都做的白做了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啊 所以选项C的提法就是对的 我们再看选项D呢 如果在期中实施了实质性程序 注册快施应当针对剩余期间 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是必须针对剩余期间 做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呢 也不一定 说不定可以只针对剩余期间 做实质性程序呢 因为我们是两个可以选择的方案嘛 是不是啊 所以选项D的说法也不对 那我们ABCD当中说的对的 只有选项C 这个看上去最不起眼的一个程序 再看一个多显题 再确定是否在期中实施 实质性程序时 下列各项中 注册快施通常需要考虑的有哪些 哪些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啊 A实施审计程序 所需信息 在期中之后的可获得性 那这个我们 要考虑 期中之后获得那个 就拿不着了 那我肯定要期中做 是不是啊 期中之后能拿着 或者这个信息只能在期中之后拿着 那我就得在期末做了 是不是啊 期中根本没有 只有期末有 那我就期末做呗 是不是啊 B相关认定的性质 是不是啊 这是截止测试 那我就得期末做 这是发生认定 存在认定 我可能期中就可以做 是不是啊 尤其是发生认定 我期中做 就可以 期末 只针对后边这一段 是不是啊 C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那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比较高的时候 我期中做就不太好 是不是啊 期中做可能就很难给他 剩余期间延伸下来这个证据 D 成本效益的权衡 这是自然的 是不是啊 所以ABCB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再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有关实质性程序的时间 安排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个啊 那我们下面呢 就看一下选项A 这是单选题选哪个 说的是错的啊 看选项A 控制环境和其他相关控制越薄弱 注册快师越不易 在期中实施实质性程序 没错 这时候内部控制越不好 我们越应该在期末做 是不是啊 或者接近期末的时候做 接着选项B 注册快师在评估的 某项认定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 越应当考虑实质性程序 集中在期末或接近期末实施 对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C 如果实施实质性程序 所需信息在期中之后难以获得 期中之后就没了 注册快师应考虑在期中实施实质性程序 这个信息就期中有 到期末它就被覆盖了 那我就期中做 是不是啊 所以这说的也对 选项D 如果在期中实施了实质性程序 注册快师应当针对剩余期间实施控制测试 以期将期中测试结论合理延伸到期末 光做控制测试肯定不行 那我要不然追加实质性程序或者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结合 所以选项D说的是不对的 那我们就选选项D 下面我们在这呢 再看一个简答题 这个简答题以控制测试为主的 我们看一下 ABC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甲公司 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 因为这个简答题我们选择的是15年的这个试题 所以我们这时间呢就没有给大家改 就是我们查14年的报表 审计工作底稿中 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那和控制测试内部控制主要相关 首先我们这个呢 一看就是我们怎么样和内部控制相关的了 是不是啊 123456 6个事项 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就出5个事项 所以这点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以往年度的嘛 以往年度我们基本上都是6个事项 所以下面呢 看一下要求 针对上述第一至6项 逐项指出 审计项目组的做法 项目组的做法 和什么A注册快师的做法 道理问的是一样的啊 是否恰当如不恰当 简要说明理由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 逐一的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事项 假公司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存在特别风险 发生认定有特别风险 在营业收入上已经怎么样判定了 已经识别评估出来了 相关控制 相关的这个和这个发生认定 营业收入发生认定相关的控制 在13年度 我们现在审的是14年报表 在13年度审计中经测试运行有效 以前期间测试运行有效 因这些控制本年未发生变化 没变 项目组 那不这就是项目组的做法 或A注册快师的做法 是不是啊 项目组你继续予以信赖 并依赖了上年审计获取的 有关这些控制运行有效性 有效的审计证据 把以前上一年测试的 这项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直接就用在本期了 恰当不恰当啊 这个做法不恰当 为什么不恰当 因为这是特别风险耶 我们说了一个是没变 再一个绝不能是防范特别风险 只在减轻特别风险的控制 本期你要信赖 必须测试 这是不能依赖 以前期间的控制的情况的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个是项 注册快师的做法 恰当 我们再看第二个呢 考虑到假公司 2014年固定资产的采购 主要发生在下半年 审计项目组就从下半年 固定资产采购中 选取样本实施控制测试 你从下半年选取样本 做控制测试 那你得出来的控制运行 有效的结论 只能就是下半年 这一期间的 你得不出来 整个被审期间的 而我们所做的这个测试 是需要得出来 整个被审期间 运行有效的结论 你说集中在 主要在下半年 上半年不是 这个一点没有啊 所以应该测试 整个被审期间的 控制运行有效性 你不能就在下半年选 是不是啊 所以应该把 整个被审期间的 固定资产的采购 都作为一个样本 是不是啊 都作为一个总体 然后去选 选在选哪个了 是哪个 是不是啊 所以那这个呢 就不恰当了 应该在整个被审期间 啊 涵盖整个期间 第三 我们看看 假公司 与原材料采购批准 相关的控制 每日运行数次 那就每天发生多次的那种 审计项目组 确定样本规模为25个 一天发生多次的 所以呢 那这个 呃 就怎么样 每日运行数次吗 所以现在选25个样本 考虑到该控制 自14年7月1日起 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就实质性 本质上的变化 是不是啊 那我们审计项目组 从上半年和下半年交易中 分别选取12个 13个样本 实施控制测试 这是大家要注意 因为我们在控制测试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在选择总体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 它的样本的什么 同质性 由于7月1号开始 它的内部控制 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也就说上半年的 和下半年的这个控制 已经不具有同质性了 那应该是上半年一个总体 下半年一个总体 上半年这个也是每日运行多次 下半年这个也是每日运行多次 所以应该分别作为两个总体 各抽什么 各抽样25个 你不能把全年这个怎么样 作为一个总体 25个分上半年下半年 这不行 应该各选择25个 所以第三个做法 这个第三个事项 项目组的做法也不对 我们再看第四个事项 审计项目组对银行存款 实施了实质性程序 未发现错报 那这个因此认为 假公司与银行存款相关的 内控运行有效 做实质性程序 没发现错报 所以内控就有效 大家千万要注意 内部控制 有效 不等于绝对就没有错 内部控制 无效 也不等于就一定有重大错报 不能因为实质性程序 没发现错报 所以回过头来说什么呀 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内部控制即使被审单位 和银行存款相关的 没有内部控制 或者内部控制失效 但巧了 他怎么样 或者他的相关人员 人家怎么样啊 人家按照什么 没有内部控制 或者内部控制失效 他也没出错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基于实质性程序 没有发现重大错报 反推 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是不恰当的 不能这么推 因为内部控制失效 也不表明一定有重大错报 那我们相关认定 没有重大错报 也不表明内部控制就有效 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明确的 第四个事项也不恰当 我们再看第五个事项 假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定 财务经理每月应复合 销售返利计算表 检查销售收入的金额和返利的比例 是否准确 如有异常 进行什么 调查并处理 复合完成后 签字存档 审计项目组 选取了三个 因为每月发生一次 每月复合 那全年一共12个 对不对 全年一共12个 所以选了三个样本的销售返利计算表 检查了财务经理的签字 认为该项控制运行有效 因为这个销售返利计算表 往往是什么 如果是自动化的 那他直接在系统当中 这个销售返利计算表就可以生成了 是不是啊 那这个计算表 这个打印出来 或者在系统当中 财务经理应该看 是不是啊 应该符合收入的金额和返利的比例 是不是啊 是否准确 然后呢 看看有没有 如果有异常的 他会有跟进的 会有跟进的 会有跟进的调查呀 以及调查 对这个异常最终的结论是什么 是没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 是不是啊 相应的处理应该有 然后如果这个没有异常的 也要在这个什么 甭管是在系统中签字 还是打印出来签字存档 无论是自动化实现的 在电子信息下实现的 还是在什么 还是手工的人工的 那都得是什么 有存档的 现在注册快诗 就抽了三个样本 就查了他签字 如果这个像 这个财务经理特别忙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月呢 这个什么出来了 这个表 需要这个返例表 需要他签字 需要他复合 他拿起来 一千字 行了 行吗 有问题他也没看呀 他拿起来 大笔一挥就签字了 对吧 所以只查签字哪行啊 那还得看什么呀 项目经理 这个财务经理 是否怎么样啊 是光签字 这是不够的 还得看 他是否检查了什么 销售收入啊 他的金额和返利的比例 是否正确啊 以及对异常情况的什么 有没有异常情况的调查 一年当中 一个异常情况都没有吗 是不是啊 异常情况的调查呀 跟踪啊 是不是啊 这些我可以查 有没有啊 我都没有 我可以看看 他这个 我可以看一下啊 是不是啊 他收入的金额 和返利的比例 是否是准确的 有没有不准确的 没有 有不准确的 他又没有作为异常来追查 表明这项控制 他又拿起来一签字 根本就是控制 本质上没有执行 表面上运行了 实质上没有运行 对吧 所以这是第五个事项 注册快试的做法 项目组的做法 也不对 我们再看第六 审计项目组 你信赖与固定资产 折旧计题相关的 自动化的信息处理控制 应该控制在13年度 测试结果满意 且在14年未发生变化 项目组紧对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实施了测试 那也就说 对这项固定资产折旧的 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 没有再测 可以不测 因为它没有发生变化 一般控制是好的 是不是一般控制是满意的 那完全可以得出来 它的什么信息处理的 这项自动化控制 是仍然运行有效的结论 所以第六个事项 注册会计师的做法 是恰当的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么一个简答题 实际上在这简答题当中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相应的什么 我们风险应对 而且以什么 内部控制控制测试 这一块为主的 这个答案呢 可以自己再看一看 到这儿 我们整个第八章 风险应对 这一块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一块再回忆一下 看一看 这一章我们都学了哪些知识 哪些知识点 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把握好的 首先是我们 针对报表层次的 重大挫暴风险的 总体应对措施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它的总体应对措施 我说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是希望我们考生 能够描述的 能够背的 提高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这一块呢 需要大家回客观题 那我们总体应对措施 对你实施的进一步 审计程序总体方案的影响 这一句话你是要清楚的 我们倾向于怎么样啊 在这个报表层次 重大挫暴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那我们是倾向于 总体应对措施 总体这一块 我们倾向于什么 倾向于实质性方案的 这总体方案 接下来 我们 针对认定层次 重大挫暴风险的 进一步审计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含义和要求 这里面特别是我们什么 考虑的因素在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啊 那他的性质都有什么 他的时间啊 以及他的范围 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大家要回客观题 接着我们的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的含义和要求 是不是啊 特别是他的要求当中 那我这个什么时候 我应该做控制测试啊 接下来我们控制测试的性质 性质都做哪些程序 我选择这个确定性质的时候 我要考虑一些要求 什么双重目的啊 这个大家简单看看 实施实质性程序结果 对控制测试结果的影响 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 要明白道理 然后控制测试的时间啊 时间 那特别是我们如何 期中工作中做不做 大家都知道必须做 如果期中做了 从期中到期末怎么样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啊 要不要追加 以及如何追加 是不是啊 以前期间的证据能不能用 是不是啊 我们符合条件的能用 这都是怎么样啊 需要大家重点把握的 刚才我讲的那个 简答题里面 这些都有涉及 是不是啊 接着我们控制测试的 这个范围 在控制测试的范围里面啊 考虑的因素啊 以及对自动化的特别考虑啊 大家都应该看一下的 接着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呢 针对特别风险的啊 含义和要求针对特别风险的 实质性程序 我们这个要求大家要注意 实质性程序的性质的含义啊 这个这一块呢 它的性质这一块呢 简单看一看 实质性程序 还是要注意时间的 在我们期中工作中 我做不做 我是要怎么样啊 我是要考虑是否做 是不是啊 然后如果期中做了 从期中到期末 必须追加 我怎么考虑 以前期间的 基本就不可用了 然后实质性程序的范围 能够选择出来 哪些影响 哪些成正向 哪些成反向就行了啊 这是我们就第八章 风险应对 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 希望我们考生呢 这一章既要会客观题 也要会把我们这一章的知识 运用到我们的简答题 或者综合题的相关内容当中 这一章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